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大瓜瞬间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网友偶遇王妃的时候 是在机场的百度车上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王妃当时身穿浅喀瑟风衣 但里面的黑色内衣在小腹位置隆起 从照片里面可以看得到 素颜的王妃整个人显得有一些憔悴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赶车过度劳累所致 还是被大太阳晒的 因此如此模样的王妃 让人猜测是不是怀孕时后的状态 当然也有网友进行了反驳 认为仅仅是因为王妃年纪大了 肚子上出现的坠肉 毕竟对于女性来讲 年纪越大 运动量减少 皮肤松弛 很容易在腹部堆积坠肉 其次 孕妇是不能够坐飞机的 如果王妃真的怀孕 怎么可能会走得如此着急 但这样的说法遭到了其他网友的反驳 另外的网友看来 坠肉的说法不成立 要知道 王妃可是要给乐坛天后级别的存在 是一个大明星 即便是五十多岁 但是一直会保养皮肤 她的皮肤不可能如同正常人一般出现松弛 即便是出现松弛 也还得等几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 类似于坠肉一般能够表现出在腰间的一整圈范围 而不是单纯的往前倾 这个明显是怀孕的样子 在这而言 王妃是明星 对于自己的颜值和身材 都会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是绝对不会让她自己的身体出现坠肉 这样影响她美观的东西存在 综合来看 这很有可能就是怀孕 同时也有人证明了 确实是怀孕的说法 因为他们曾经看到过 王妃逛母阴殿 可惜的是 并未有照片进行证明这件事情的真伪 而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 但谢霆锋和王妃 都没有出面正确回应 如果想要知道真正的消息 恐怕还需要等到两个人真正官宣的时候了 纵观这二十几年来 王妃和谢霆锋之间的爱情 也算得上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他们也算得上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能够将一个人爱二十多年 确实不容易 说起两个人的恋爱 这才是最让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两个人是在1994年相识 那时候的谢霆锋不过十四岁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就已经喜欢上了王妃 并且还让王妃 在她的牛仔裤上签名 之后的日子里面 谢霆锋因为家庭的问题 被迫在17岁出道 之后她就和王妃的关系迅速升温 毫不客气地称 谢霆锋的事业能够迅速上升 也不缺乏王妃的帮助 在21世纪初 两个人在火锅店亲热地吃饭 遭到狗仔队的偷拍 并且发布到了网上 让很多人开始关注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而王妃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面对这样的事情 王妃也没有遮遮掩掩 更没有出言否认 直接果断地宣布了两个人之间的恋情 谢霆锋就是她的男友 之后的日子里面 两个人并不介意在公众场合秀恩爱了 而当时所有天后的粉丝 顿时发出了惊呼 要知道 王妃和谢霆锋年纪相差了11岁 这可是明显的姐弟恋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样的一段恋情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却是迅速升温 就是陷入热恋之中的小情侣 非常甜蜜 关于两个人的恋爱经历 也算得上是一波三折 王妃作为谢霆锋眼中的白月光 在其14岁的时候 就已经沾满了谢霆锋的心 这也是为什么谢霆锋会一直深深地爱着王妃20年时间的原因 但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全性格相同的两个人 王妃在其他方面不争不强 但是在感情方面 却是一个勇敢爱的女人 王妃也想要一个盛大的婚礼 想要让谢霆锋娶她 从这一点来讲 王妃是没有错的 哪个女孩子不想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 但是谢霆锋也有自己的考虑 谢霆锋不是不想要娶王妃 而是因为现实情况下不允许 谢霆锋是被破除到 只是为了帮助父亲谢贤 还清债务 换言之 谢霆锋不是不想娶 而是没钱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因为谢霆锋现在还处于事业上升期 她现在会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事业上 等到事业真正地稳定下来 才有资格去迎娶王妃 从谢霆锋的角度来看 无疑是相当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但是王妃的想法也没有错 爱情里面 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大胆地追求爱就是了 或许就是这样的原因 最终让两个人的感情 出现了一丝丝的裂痕 而这个裂痕 却因为张柏芝和李亚鹏的出现 最终迅速扩大并且破碎 张柏芝和李亚鹏的出现 代替了二人在彼此身边的地位 张柏芝和谢霆锋认识 是在一部戏《十二页》之中 当时的谢霆锋并不是主演 仅仅是过来客串一下 毕竟已经算得上是当红明星了 所以谢霆锋的人气 还是相当地高 而对于张柏芝而言 这才是他出道的第一场戏 谢霆锋看到张柏芝之后 瞬间被那清纯的外表吸引 而张柏芝也一直在心底 暗暗喜欢谢霆锋 两个人的感情慢慢升温 但当时还没有人发现 直到2002年 张柏芝发生意外 在医院住院 很多人前往探望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一个行事 来了看看就离开了 但谢霆锋并非如此 他一直守着张柏芝 这种情况王妃自然也知道了情况 非常不高兴 两个人也宣布了分手 之后的日子里面 张柏芝病好之后 在一次杀青宴会上 张柏芝给谢霆锋的脸上涂抹了蛋糕 并且又抱住了他 两个人也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之后的日子里面 张柏芝直接成为了谢霆锋的小跟伴 情理情为地照顾谢霆锋的起居 这样的做法 让本身就是单亲家庭 没有感受过温暖的谢霆锋 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不出意外 谢霆锋给了张柏芝一个盛大的订婚礼 让自己的所有亲朋好友一起参加 两个人之后很快结婚 并且张柏芝为其生育了两个孩子 与之同时的是 王妃这一边也没闲 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李亚鹏 也在04年和李亚鹏结婚 两个人相爱的人 就这样因为一些矛盾 选择了分道扬镳 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谢霆锋和张柏芝之间的性格问题 也随着时间的变化 随之暴露了出来 同样 王妃和李亚鹏之间 也没好到哪里去 王妃一直在对李亚鹏忍让 时间来到2012年 张柏芝和谢霆锋宣布了离婚 张柏芝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而谢霆锋则选择支付巨额赡养费 此年 李亚鹏和王妃也同样宣布离婚 李亚鹏带走了他们的女儿李嫣 两个回到单身状态下的人 更加让人注意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再次开始了接触 刚开始他们二人还都比较避嫌 所以一直都比较低调 两个人复合这些年 很少在公众媒体上秀恩爱 所以很多人也摸不清楚 两个人到底是在干什么 就在媒体放出 两个人是不是刚复合又分手的消息的时候 两个人突然现身 大秀了一波恩爱 这才让媒体知道 原来两个人一直都非常低调 而二人分手的消息 总是时不时地就会传出 面对媒体的多次爆料 谢霆锋也是不愿再忍 当着记者的面发怒 别时不时拿我俩来搞 行不行 走开 不论如何 王妃和谢霆锋的感情 还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两个人分别在各自成立了家庭之后 都发现并不是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王妃依旧是谢霆锋的内心深处的白月光 而谢霆锋依旧是王妃心中的白马王子 两个人自从十四年复合之后 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这么多年以来 两个人虽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业 但还是有空闲时间 就和对方沟通 交流感情 至于后代的事情 想必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张百之手中 一直有谢霆锋的两个孩子 换言之有着谢霆锋的把柄 所以想要让谢霆锋 和张百之之间彻底断绝关系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转移注意力人 王妃和谢霆锋之间 诞生一个属于他们的爱情结晶 只有这样 谢霆锋才不会被张百之绑架 而谢霆锋宁愿支付巨额的赡养费 也要清清白白的 站在王妃身边 也足以说明事情的问题所在 谢霆锋喜欢女儿 但是张百之一直给他生的都是儿子 相反的是 王妃和第一任丈夫都为 生下的是女儿 和第二任丈夫李亚鹏 生下的也是女儿 如今的王妃已经53岁 还不知道能不能进行生育 尚未可知 而最近的王妃怀孕两个人 也都没有官宣 还不能够确定事情的真假 不论如何 两个人的爱情已经经历了考验 即便是没有后代 想必也不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